還是要請北辰將軍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說 昨天一整天 這個共機來侵擾臺灣 價次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臺灣當然是持續的在增強我們自己的實力 有一些美國要給我們 要賣給我們的這些軍售 有一些延宕 但也有一些超前的是不是 這個超前不是隨便超前 不是說今天我高興給你兩包青菜 或者送你兩把蔥不是 按照整體的作戰需求 我先講這個部分 軍機業界的部分 很多空軍的飛官就說 這一些解放軍的飛機 飛官他們跟他喊話 你進入中華民國的防空識別區 你離開 沒有中線 沒有中線 然後他就飛走了 沒有中線為什麼要飛走 對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沒有中線 這裡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沒有中線沒有中線 然後就飛走了 那幹嘛走 就是有中線嘛 對啊 就是有中線嘛 所以那個飛官下來之後 他跟他們長官報 長官就這樣子回覆他 他說你就是按照你的職權 來行使我們捍衛海疆 捍衛通域 他說沒有中線沒有中線 就是有中線 對 中線 不是那個Jacky 不是那個Jacky Wu 就是有海峽中線嘛 不然他幹嘛回頭 沒錯 那為什麼 我想為什麼副總召 心中這麼苦這麼悶 要跟日媒來講話 嗯 我對你這麼效忠 你居然飛到離我家最近 對在花里 最近最近的地方就在花里 所以我講嘛 舔得越兇飛得越近 他沒有給你優惠啊 對啊 照理說應該是 往台北市飛最近啊 因為不敢 因為不敢 他真的會打下來 所以說找一個 最跟我好的人 你對他越好 他越欺負你 對 有沒有印證我剛剛講的話 對 貴得越低 趴得越低 他把你連奴才都不如 對 對 沒錯 這明不明顯 花蓮就熱量 沒錯 花蓮 組合屋沒來 無人機先來啦 嗯 不是要組合屋嗎 對啊 組合屋來了沒有 沒有啊 來了沒有 我沒看到啦 沒有啊 或許無人機是帶組合屋來的 並沒有 把他放下來 齁齁齁 組合屋空降胖摔爛了 這不可能嘛 照理說 花蓮應該是沒有 共機會去威脅 對啊 因為富文局這麼 人家昆仑身上一顆小草 那麼高的善意 那麼好的善意 递出了那麼長 那也比較敢藍絲的 那已經變成柳葉樹了 哇 這麼長 一直聲一直聲 還不是來了 對啊 對不對 沒有你 你會對他越屈服 他就對你越好 一樣啊 然後我告訴你 標槍飛彈 全中華民國第一枚 我們打的啦 我單位打出去的 一枚就是一輛 國產車的這個價錢 哦呦 為什麼要提早 提早 按照現在的時間 應該是交付200枚 因為今年年底要交付400枚 他現在交付了250枚 多了 多給了250億枚 有一點超前 超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演習有消耗 我們標槍飛彈演習有消耗 他要補足我們的 的需要 需要 了解 因為消耗所以超前 所以這不是亂 不是亂給 就亂給 不是 你有一定的戰備存量 那可是我們的訓練袋 用出去了之後對不對 你的戰備存量 不能不夠 所以美國就優先多補了51枚 所以我保守估計 上個年度 已經用掉了51枚在訓練上 51枚 51輛車飛出去了 你看國防貴不貴 很貴 因為有它 所以水度坦克不敢來 這在烏克蘭在海上多可怕 在上面就散燈 直接打屋頂 然後整個砲塔就飛起來 你想想看 如果是在海上 那個更精準 那個 然後就成了 所以標槍這個很厲害 超厲害 超厲害 而且 很貴 滿貴的 我們單位測試出去沒有一發拖拔過 一發都沒有 一定中 精準 一定中 而且訓練快速 標槍飛彈訓練的時間 比訓練開戰車都還快 訓練很快 而且一個人到兩個人就可以使用 然後國台辦就直接嗆啦 說 哎呀 這個跟台灣講 你們哪裡有什麼自衛權 沒有自衛權 你為什麼飛到一半就掉頭 對啊 你還是會怕 不是沒中線 你還是會怕 對 飛彈不長眼 你真的侵犯到我們的領土 真的會打 我想說真的會打 對 所以國防部長顧立雄就說 他是文人 對 他講的話怎麼這麼 這麼讓我感覺到 很爽的感覺 很爽 這以前的軍人的部長可能還不會這樣講 因為會有顧慮 可是顧立雄信顧他卻沒有顧慮 他就說 只要解放軍攻擊 在航機艦設施 任何飛航實體 未軍許可 十二海力 我們立刻就可以下令實時 自衛權 什麼叫自衛權 就是開火 發射 還有開放飛彈射擊 就這麼簡單 所以也包括什麼無人的都 無人機可以打 無人機 比有人機打了還沒顧慮 說得也是 因為沒人 因為沒人 打完之後他可以打死不認 我打下一架共軍的無人機 對方說 那不是我派的啦 不是啦 不是啦 對所以勇敢的打 那中國的國台辦發言人 陳 陳兵華 就是宣布我這個 陳儲權的那位傢伙嘛 對不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何來的自衛權 人家就有啊 他就是有點像錄音帶 每次他就一直重複 而且要大聲 然後可是事實上 卻不是這樣 像這一架無人機 真的能打 他如果再進到24 再進入12 一定打 對12里 一定打 而且打了不會有副作用 因為反正你無人 對 而且打完之後 中國一定否認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就是如此 哪 我覺得 搞不好哪一次來試試 對 打了他就會否認 好 然後呢 這個環太平洋前夕 有一條新聞獨家 就說 我們的海巡艦 這艘船不小 出現在 四千噸 夏威夷 對 這艘船不小 所以那個意思是 我們的船要一起 幹嘛嗎 一起參與 太平洋軍演 一個禮拜前 美國有公佈一件事 我也在這裡揭露了 叫做海上巧遇計畫演習 巧遇了 巧遇 巧遇 我們剛好去那邊 我們剛好就往夏威夷那邊去執行任務 剛好就沒有了 然後就剛好 就停一下 你也准我進夏威夷的軍港 剛好你又幫我加油 然後剛好我們的海巡的頻率 所有的武器系統的頻率是通的 然後剛好你就跟我一起出來 然後剛好就在那邊走一圈 的確 巧遇計畫演習 就是很巧 對 所以這就是跟美國 印太戰略的這個前事務部的部長 這個 薛瑞福 講的一模一樣 講的一模一樣 讓台灣和民眾 跟不是民眾黨 台灣的民眾 我要講不是民眾 就台灣人 美國人說的台灣人 在反制中國上面 有感受到台北正在進行反制 什麼反制 就叫做巧遇 我們不准你跟台灣演習 巧遇 巧遇這一招不錯 對 而且巧遇還不是小船 四千多噸 蠻載五千噸 要直接開到夏威夷 蠻遠的 這個新竹艦叫做嘉義級的艦 我們總共有四艘 我告訴你 這四艘嘉義級的艦 可不可以參加環太平洋演習 四千噸跟拉法葉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上面有鎮海火箭 十二組七連發的鎮海火箭 上面 而且它火箭是模組化的 可以更換武器 所以說這個巧遇 真巧 真巧 海洋之大 對 就剛好沒有 剛好沒有 就剛好在夏威夷旁邊 剛好在夏威夷旁邊 我們的通信聯絡 剛好又碰到 都可以通聯 就剛好太平洋軍演正在進行 真巧 剛好2024的環太平洋軍演 也正在做準備前置的演習 剛好我就在那裡加油 就順便一起去演習一下 反正都去了 對不對 去了夏威夷 沒有不可能不去看歐虎島 去了歐虎島 不可能不去吃夏威夷 最好的食品 所以說都是剛好 一切都是巧合 這太巧了 非常巧 可是呢 因為這麼巧 但是所有的訓練 對 既然都碰到了 為什麼不訓練呢 對不對 然後剛好上面的海巡士兵 又是我們的第二海巡 當我沒講 當我沒講 剛剛好 對 所以呢 2024的環太平洋演習 台灣不是有參加 是剛好 是碰巧 就這麼巧 對 我們看到說沒有邀請台灣 怎樣怎樣 其實我們就是剛好 這個船上還有直升機 這個船上還有無人機 這個船上還有多管陣海的火箭 所以說我們是為了要維護環太平洋的安全 所以剛好巧遇一切的事情就這麼巧 所以各位 台北有沒有準備 薛瑞福講了 正在準備 好的 感謝北辰將軍的解說 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正在進行強化自我能量 然後也在進行這個反抗 好 最後我要請敏寬來跟大家講一下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詭異 就美國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有一個媒體釋放出來說 華盛頓郵報 對 還是一家不錯的媒體 是 很有可信度的媒體 很官方的媒體 對 然後說很官方 對 然後說習近平 他家族在海外有很多錢 這怎麼回事 過去美國他們要修理所謂的 敵營系統的一個高官 他們都是這麼做 所以美國如何打擊中共的一個高官 之後先公佈他們的海外財產開始 過去不管是薄熙來 不管是郭伯雄徐才厚都這麼玩 這個是標準的SOP 這個是標準的SOP 而且輪到習近平 現在輪到習近平 但其實這張不是寫得非常完整 習近平其實有很多可以聊 但是我們今天聊一些比較有趣的 查整個貪腐露了這個最大咖 所以美國的一個國會就說 習近平啊真可惡啊 7億美元隱藏性藏在整個親屬的一個名下 那發生什麼事呢 這張其實是一個很久以前的一個圖了 這張圖是14年前的圖 因為習近平今年72了 這是他58歲的時候的圖 習近平有個姐姐叫齊喬喬 有個二姐叫齊安安 他們都兩邊住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媽媽齊心 現在據傳還常常從北京到上海去看病 所以兩個姐姐會輪流陪他去 但很特別是 據傳齊心家有住兩個男孩子也姓齊 那他們都不知道這兩個男孩子是誰 但是習近平說他只有一個女兒 因為這個女兒是彭麗媛生的 但習近平其實在彭麗媛之前還有婚姻 他其實是還有婚姻的 那我們過去呢 我們就知道天堂文件 什麼叫天堂文件呢 就是巴拉馬文件 他有揭秘哦 鼓開來殺死海武德之後 開始轉財產 後來薄熙來鼓開來 跟整個勃呱呱 全部都一把抓起來了嘛 時間到了我們講快一點哦 講實在話了 這個7億美金真的是侮辱習近平了 我說一個最簡單的 連小粉紅都不信 金正恩殺金正男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金正恩殺金正男嗎 據傳是那個時候他爸爸 就覺得金日成覺得金正男好可憐哦 金正恩已經上來了嘛對不對 海外幫他藏了一點錢 一點點錢啊 沒太多20億美金 20億美金 金正恩就氣得要死 我哥這筆錢我一定要回來 所以那時候呢 先處死了他的故障叫張承哲對不對 結果這筆錢呢 後來金正男不是被打了一針嗎 在整個馬來西亞機場對不對 還是沒要回來 各位 人家金正男的 都20億美金了 你習近平耶 對啊怎麼可能 你習近平耶 才7億美金哦 所以我們簡單跟各位說 所以中國的網友很生氣 我們的習大大怎麼可能只有7億美金呢 後面就說 習近平的薪水不多 為什麼呢 習近平的月薪是6000塊人民幣 但習近平很會寫書 他們說他除了治國都在寫書 所以習近平有100多本的暢銷書 融過整個全中國 都賣幾億本哦 都賣幾億本 所以他們就說 單單稿費就不只這些了 你們美國國會給我放尊重一點 我們家洗腦袋 錢不只這麼多啊